那么先调查一下 那么我是66岁 55岁以上的举起手来一下 55岁 起立一下好不好 你看到没有 我们给这些人鼓掌 超过55岁的 这劳苦功高 劳苦功高 起立一下 那我就请了 陈牧师给一个麦克风 我就请了李许申然牧师 为这些站立55岁 再站立一下好不好 隔壁告诉他们你要活到119岁 许牧师在吗 来 为这批人祷告 许申然牧师到前面来 那么好 许牧师在不在 许牧师 许申然牧师没有的话 蔡顺吉牧师 蔡牧师在吗 来 蔡牧师的前面 来 为这个55岁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也举起手来 让他们活到119岁 不能超过摩西 来 来祷告 谢谢 感谢天父让我们能够 记在这个地方 看到这些忠心的弟兄姐妹领袖 夫人在我们当中 特别是纪念55岁以上的 主啊 看到你要给他们 这个身心灵能够健康 继续地来奔跑 这个天国的这个道路 主你亲自赐下你的恩典 恩上加恩 让我们有智慧 成为一个有这个智慧的这个信徒 能够走在你的道路里面 来完成你的旨意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继续地赐付给所有这班 这55岁以上的 让他们能够得来 在主你面前 能够更加地来珍惜每一个的时刻 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 做的人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活到149岁 请坐 好 其他人起立一下 其他没有站立的起立一下 哇 我们给这批人来鼓掌好不好 这些是中壮重要的未来的盼望 如果这些人不接棒 新三的华人教会将来要卖教会 欧美教会就是当没有传承 我今天在谈传承 青春不留白 到老不空白 如果这个不传承的话 将来教会要卖掉 欧美 我刚去美国加拿大一个月回来 真的欧美的问题 美国过去一年 每一年COVID-19的时候 每一年卖一万个教堂 一天三十个教堂在卖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传承 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人来祷告 我这个就请 苏永良牧师 苏牧师来带我们这批 你也是苏牧师几岁 四十 那是未来的盼望 我们做的人举起手来 也为这些赞的人 中壮 来承担上帝的托付 免得新山教堂将来卖掉 来祷告 谢谢 来祷告 天父 天父上天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 我们知道主 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 你的恩典 你的恩惠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我们为这些壮年 主啊 在这个年龄层 主我们要献上感恩的心 我们相信主啊 你要继续给我们健康 给我们活力 给我们创意 给我们这样子的一种的盼望 我们愿意的来承接 主啊 这个教会的未来的使命 我们要祷告 主啊 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看见 主啊 让我们看到 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 我们祷告 我们是为主而活 我们为了这个时代 你要我们服侍了时代而活 我们祷告 主啊 求主的恩高 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主啊 让我们有神你的智慧 有神你的恩赐 主啊 恩高能力 主啊 你的话语继续不断在我们里面 主啊 扎根 让我们知道 主啊 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这一班人 我们愿意站出来 主啊 我们愿意起来承担这些的使命 主啊 承接教会 未来的使命 我们献上一切的感恩 主啊 使用我们 主啊 让我们继续的谦卑在祢的面前 主啊 用我们每一个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赞的人我问你一句话 你们能揽赞的 请问你们 诚实的说 做的人会不会挂 诚实说 会不会 那你们就不要将来卖教堂 所以做的人告诉赞的人说 求你们将来不要卖我们的教堂 一起说 请做 传承 华人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传承 中国家庭教会有问题在这 我认为马来西亚也一样 除非懂得青春 不留白 耶稣亚记 在今天第一堂 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写下来 我们包括我们再帮我们放第一堂 谈耶稣亚记 第二堂就进入使徒 使徒应当十五章 来看第一堂 有任何问题可以写下来 在第二堂结束的时候 我进来做Q&A 如果需要的时候 我们看青春不留白 熟悉的耶稣亚记 我来看整卷书 第一章 他的整本书的导论 来看第一章 一到九节 一起同生来读经文 就在前面来读情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小玉摩西的帮手 嫩的儿子耶稣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凡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人地去 凡你们交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赐给你们呢 从旷野和这黎巴嫩 直到柏拉大河 赫人的全地 又到大海日落之处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摩西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你当钢墙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 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主 启示应许 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钢墙大大壮胆 己所遵行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奏业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 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钢墙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当然会惧怕 会惧怕 会惧慌 原因是摩西死了 我后面的靠山死了 我怎么可能承担摩西 多那么大的压力 那种承担的托付呢 这个情况呢 实际上两个历史人物 大家熟的 第一个就是丘吉尔 1940春的时候呢 是欧陆战争最热的时候呢 英国换了首相 首相呢 就是这个丘吉尔 那当时呢 就是伊丽莎白女王 就是我们看到熟悉的这位 刚过世的 大使Joseph Kennedy 回报给华盛顿说 英国完蛋了 怎么派这个人 那丘吉尔不以为意 他说我一生都在为领导做准备 我青春不留白 我到老不空白 他的victory 结束了欧战 稀透了自杀 欧战结束 因为他青春不留白 他一生都为下半场 来做预备 第二个人 大家不陌生的就是 C.S. Lewis 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曾经受伤 其实他有忧郁症 第二次大战完 很多年轻人就问 C.S. Lewis 做我的同学 开飞机 然后欧洲掉下来 死了 我好多同学死了 我大学没有读完 我现在人生灰灰了 我还要读大学吗 C.S. Lewis说 要读大学 因为即使欧战结束 空中属灵征战 世俗主义 极权主义 共产主义 种种结构主义 统统在 年轻人青春不要留白 去读大学 面对将来的战争 青春不留白 到老不空白 不管你几岁 耶稣亚记得谈这个 那我们读耶稣亚记不陌生 耶稣亚实际上 是埋在 或者躲在摩西后面 是在五经 我们读五经的时候 忘了其实 它是耶稣亚的 预备自己的舞台 他青春不留白 当然摩西写五经 两百万人摩西 跟着他摩西 过了红海 这个时候就记得 耶稣亚是组长 他超过四十岁 所以耶稣亚在埃及的时候 实在他在现场 耶稣亚是过了红海 他也在现场 他跟着摩西 两百万人跟着他 他跟他们当时 两百万人有相同的问题 就是照理说 你看到了红海 红海是整个这个 从埃及出来 到迦南地怎么走最快 怎么走最快 这个灯恐怕不能闪 对没有错 从埃及到迦南地 这个最快 上帝却不给他们走直的路 上帝却给他们怎么样 绕路 他们当时不懂 我们懂 这个绕路呢 原因是从老雅各 移民到埃及之后呢 在埃及四百年的多神 埃及多神 如果从埃及直直的过迦南地的话 会把埃及的神带过去 实在打击的是埃及的神明 都会把他直直的带过去而已 第二个 耶稣亚之后的下一本书 是哪一本书 四十记 未来有世俗化 过去有多神 如果不绕路往西乃山 去参加遇见神营会 会换汤不换药 他们当时不懂 但是呢 我们懂 这条路呢 他们只知道是大而可畏的旷野 不好走 耶稣亚在里面 这种大而可畏的旷野 你会担心什么 或担心没有什么 喝的 磐石出水 你还会担心没有什么 吃的 吃什么 麻辣 四十年 从来没有结果 如果上帝给你绕路 一定够用 包括我们当中 牧会的人 教牧领导 凭信徒领袖 还是要绕路 这条路不好走 这种大而可畏的旷野 眼睛好的人 可以看到什么 彩虹 这是我西奈半岛亲自拍的 我学到一个功课 有笔写下来 今天有程序表 写下来 寒着泪水望天的人 可以看见彩虹 寒着泪水望天的人 可以看见彩虹 耶稣亚跟着摩西 寒着泪水 绕路 比较远 寒着泪水望天 可以看见彩虹 寒着泪水望天 可以看见彩虹 上帝或许还在给你绕路 你的儿女可能还在绕路 不管到英国加拿大 甚至到纽澳 寒着泪水望天 可以看见彩虹 写完以后 寒着泪水望天 可以看见彩虹 突然亚玛利人出现 摩西已经老了 只好亚伦户和他一起在山上祷告 耶稣亚第一次出现在圣经 跟亚玛利人打败 打仗 打完圣仗 摩西训练他 这是耶和华尼西 不是凭你的能力 耶和华尼西 然后呢 摩西 上西乃山 耶稣亚在山下 我们读五经的时候呢 感觉上耶稣亚躲在后面 其实他是预备 人生青春不留白的舞台 一直上了西乃山 才懂得果然需要接受 实际切断埃及的多神 为了切断过去多神 为了防备将来的世俗化 绕路往西乃山 长高一点 往西乃山就是长高一点 就是绕路的原因 看着隔壁告诉他 你好像好久没有长高了 告诉隔壁 你要继续长高一点 所以今天早上就是让你长高一点 长高一点 上西乃山之后呢 阔兰山下在拜基牛途 会把埃及的神带到迦南地去 换汤不换药 摩西知道事情大了 因此呢 洁净他们 然后呢 洁净之后呢 摩西就知道需要立位纪 成为洁净过去 成为君寸的祭司 否则埃及带到迦南的神 换汤不换药 实戒完以后呢 整个立位纪完以后呢 号角一吹 上山是为了下山 上山是为了下山 之后呢 所有时候之派围绕着会幕 核心是约柜 跟着约柜 上山是为了下山 这条路很难走 白天很热 还好白天有什么 云柱 晚上很暗 还好晚上有火柱 所以如果上帝给你 包括你 而你绕路 云柱火柱 磐石出水 吃马辣 够用 够用 然后呢 摩西后来应该击打磐石两次 民宿记二十章 不能进迦南地 摩西就知道要传承了 所以民宿记二十章之后呢 他开始高耶稣亚 然后写五经的最后一本 五经的最后一本是哪一本 生命记 是discipleship 怕他们进迦南地之后 败迦南的神 所以摩西最后最核心 跟耶稣 重要的时间 统统放在做discipleship 摩西高耶稣亚 耶稣带十二个学生 discipleship 因此摩西高耶稣亚之后呢 轮到 他自己就在摩亚平原东边 写了五经 这写了五经 很特别 我一定要先谈一点 就是他们出埃及之后呢 然后到摩亚平原 摩西写了五经 原来的读者是出埃及记的人 primary reader是出埃及记 简单来说 摩西写五经 是给出埃及记的人 心心力道救赎 再来读创世纪 让他们懂了 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 是创造天地海的上帝 看起来是创世纪 出埃及记 正好是颠倒 原来是出埃及的人 后来在摩亚平原东 包括绕路 去读创世纪 先有救恩论 再来了解创造论 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 是创造天地海的上帝 最后写了生命记 为了进迦南地 做discipleship 生命记就影响到历史书 所以摩西挂了 摩西会挂 所以超过55岁的 举起手来一下 超过54岁 隔壁告诉他 你迟早会挂 我66岁啊 我知道 那么迟早会挂 因此要做discipleship 你不要走了 然后教会就垮了 台湾教会过去这段时间 一直是成长的核心关键 就是核心就是discipleship 你再怎么忙 你的幕会的时间 要至少发 恐怕到50% 带就带领了门徒 你的时间discipleship 同工团队 那个是你的核心 你如果只是10% 你走了 教会就要卖了 你要懂得传承 懂得传承 那摩西懂 所以写下了生命记之后 一信摩西死了 耶稣要记就开始要接棒 摆在耶稣前面都是这些野人 这是我带去死海 那么这耶利哥旁边 死海的这些学生 野人 是牛奶以命之地 这么美的地方 耶利哥的水果滩 完全不输给新山的水果滩 这么牛奶以命之地 我的儿子老大已经够大了 那个叫高丽菜 对不对 那么大颗 牛奶以命之地 这么精彩 可是摩西不在 没有摩西可靠 我耶稣怎么有办法 把这些死200万人 带进加兰地 摩西在的时候 他们就搞摩西 轮到我 我怎么有办法 是牛奶以命之地 可是如果摩西不在 这叫基督教教育 基督教教育 就是让摩西的神 成为耶稣亚的神 一进入迦南地 完全不同的context 除非你让摩西的神 成为耶稣亚的神 活西摩西走了 耶稣亚不能进迦南地 就在门徒造就 所以 爸爸妈妈不可能 拥得儿女 有儿女的举起手来一下 举高 隔壁告诉他 你一定不是 习在金在以后勇在 所以基督教教育 核心就让摩西的神 成为耶稣亚的神 所以有儿女的 再举起手来一下 我特别为PK PK MK 不OK的 听过这句话 对不对 有儿女的 再举起手来一下 包括教会领袖 第一头祷告 主我们把我们的儿女 叫在你所中 我们要进入你的道 主啊 我们会挂 但你不会挂 帮助我们的儿女 有摩西的神 成为耶稣亚的神 主啊 让我们教会 下一代的青少年 儿童事工 可以代代传承 主啊 过去的那个 疫情的时间 我们青少年事工 已经太冷淡 主啊 帮助我们把 年龄 主啊 把下一代 把幼年 把小孩子 通通带到你面前 我们的儿女 更带到你所中 他们不管多远 把他们带到你的羊圈来 说他们可能是PKMK 虽然不OK 但你是OK的上帝 让摩西的神 进入我们的儿孙 成为耶稣亚的神 我们就可以安心退位 因此把我们的儿女 举手的每一位的牧者 他们的儿女 交在你手中 让他们曾经或许受过伤 甚至被绊倒 求主用你的大能大力的爱 把他们带到你的羊圈 奉耶稣的名祷告 摩西的神 成为耶稣亚的神 可是困难来的 马上耶诞河躺在前面 没有摩西 但摩西的神 帮助耶稣亚 脚踩下去分开 摩西是经历过 红海分开的经验的 现在一样踩过耶诞河 这种神迹 叫哪一种专业人士傻眼 哪一种专业人士傻眼 踩下去水分开 水利学家傻眼 水利学家傻眼 第二个神迹是 耶利哥城绕七次 七天就垮 哪一种专业人士傻眼 哪一种专业人士傻眼 地震学家傻眼 而且另外一个神迹是 只有喇河 那个城墙不垮 其他都都垮 全城的妓女 那个喇河 因信称义 全家通通蒙恩 就在那个城墙旁边 所以耶稣亚既有 因信称义的痕迹 这个罪人 全家蒙恩 因信称义 第二个神迹 就在这个城 耶诞河踩了分开 耶利哥城绕了七次 不只是如此 太阳一辆因素 为了击变人的缘故 耶稣亚一直在那 这个神迹 连摩西都没有经历过的 叫哪一种专业人士傻眼 听文学家傻眼 像牛顿 我第一个博士 就是应用力学 看得很傻眼 关关难过 虽然没有摩西 摩西的神 会帮助我的儿女 他们的困难比我们多 他们的挑战比我们更大 COVID-19之后 还有其他的各样的问题在的 但只要让摩西的神 进入耶稣亚 传承下去 摩西的神成为帮助 所以教会有青少年的儿童 传到你在负责 负责40岁以下的 事工的都举起手来一下 你在教会 不管是什么样的联系角色 你在做40岁不到的 举高 举高 大家看一下 我们发在40岁以下的比例不高 举高 所有人告诉隔壁说 我们新三的教会在老化 我们发在青少年事工不多 或40岁以下 要留心 你知道德国是把最优秀的人 放在国小当老师 再陪 大学生没有人听老师的话 儿童青少年事工最重要 所以这些人在 做青少年的儿童事工 40岁以下事工 包括养加坡都举起手来一下 我要为你们祷告 这些你们重要的角色 举高 举头祷告 主要让这些同工 负责儿童青少年 40岁以下的养加坡 让他们的最忙 最辛苦 他们更关心儿女的教育 求主让这些牧者 传道 领导 更多的把下一代 带到你面前 让我们懂得传承 青春不留白 不要等我们挂了 下一代的卖教堂 求你祝福举手的人 青春不留白 成全他们所造就的门徒 奉耶稣的名祷告 所以耶稣要老的时候 就知道 我不能进迦南 我要传承了 就要传承 所以耶稣要老的时候 就把主长找来 The same way 摩西找以色列人 进迦南地 写生命迹 耶稣要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因此最后24章 完以后 以色列是面临最大的危机 摩西第一代 耶稣要是第二代 四十四百年是第三代 好不过三代 这是普金 古金中外 包括我认为 你们在这边也一样的问题 不管你是客家人 不管你是福州人 为你公会种种 好不过三代 欧美教会就是好不过三代 中国家庭教会也是好不过三代 所以你是第一代 第二代信徒 举起手来一下 你是第一代 第二代信徒 举起手来一下 举高 隔壁告诉他 你越来越危险了 除非有传承 除非有传承 再举起手来一下 你是第一代 第二代 或者呢 摩西是第一代 耶稣要第二代 再第三代 好不过三代 世俗化 举高 低头祷告 天父让我们举手的 能够传承到第三代 第四代 连代一家到八代 代得生一家 祝我们求祢 让我们有敬虔的后裔 让我们教会有敬虔的未来 让我们现在懂得到老不空白 传承给下一代 年轻不留白 让我们举手的 能够传承给下一代 荣耀贵给您 奉耶稣的名祷告 这样说起来的话 也就进入你的程序表所印的 今天第一堂 我来谈承担托付 传承 就是像C.S. Lewis 像丘吉尔 像摩西 传承 准备接棒 交棒 准备接棒 交棒 过了疫情 我就发觉郑牧师 很懂得传承 传承给下一代 今天早上约瑟 昨天的程牧师 就发觉他懂得传承 接棒交棒 这个角度来看 我要从十个重点 进入你的程序表 第一 人生上半场种种 全为人生下半场而预备的 耶稣亚跟着摩西 过了红海 之前十灾 旷野漂流绕路 十个支派 不肯进加南地 All together 是为了进加南地之后的预备 人生上半场种种 包括C.S. Lewis 第四世界大战 忧郁症 鼓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那年轻人上了接棒 人生上半场种种 是为了人生下半场而预备 昨天的聚養会晚上 程牧师送我回旅馆 谈到他的婚姻的经验 他越来越感动上帝 要借他的再婚 来帮助更多 婚姻痛苦挣扎的人 上半场 是为了下半场 你也是如此 上半场 摩西 过红海 下半场 耶稣要进加南地 上半场 牧会的挣扎 会帮助年轻子弟兵 如何学习 或者避开我过去 侍奉牧会的失败 传承 上半场种种 是为下半场 而预备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我昨天晚上谈的重点 也跟这个接近有关 昨天在谈如何做家庭教育 我昨天晚上在谈的重点 昨天我晚上谈哪一个人物 哈拿 造就撒摩尔 基督教教育的两个重点的概念 传承两个 第一个就给它 ROOTS 给它根 给它根 第二给它WIN 下半场的翅膀 上半场还在你的家里 还在教会里面 栽培它的ROOTS 有根 下半场会展翅飞翔 上半场是为了下半场 下半场比上半场更重要 所以我们当中超过六十岁 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他 你要教教我 声音太小了 举高 六十岁以上的 隔壁不到六十岁 也告诉隔壁说 你是我的老师 不要保留一步 正务师一定很多经验的 牧会侍奉一定很多经验的 山崖牧师是老朋友 他的儿子就接他 如何做整个 他不是在卖书 做基督教教育的联络 长全借着文师工作 来长全华人的众教会 上半场是为了下半场而预备 上半场是为了下半场 我过去离过婚 会帮助以后的人不要离婚 都是为了下半场 这是第一 耶稣要是如此 他跟了摩西 第二 被过去绑住的人 不能进入生命的迦南美地 十个支派组长不肯进迦南地 我们希望回埃及 心理学家称教叫忧郁症 被过去绑住了 希伯来书第三章就谈这个 被过去绑住 你说有这么笨的人吗 有 我从台湾来 台湾被所说的恶恶八 绑了六十年 大陆已经在发展 我们台湾在内耗 被过去绑住 你会不会我过去侍奉 跟我的同工有冲突 因此不敢面对未来 还想算旧账 天安门事件之后 中国海龟派的人 还在想算旧账 你要把那些都交给上帝 不管侍奉 不管梦会的种种失败 不要被过去绑住 我过去离过婚 我过去被我的牧师删过 就留心一个原则 心理学家有一本书 书名很单纯 有的hurt people hurt people hurt 受伤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重复两次 这本书如何翻译成中文 比较好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怎么翻译这本书 受伤的人会怎么样 我会翻成被狗咬过的人 会咬狗 我的牧师伤我 我就伤下个传道 我的前夫伤我 我会伤我下一个配偶 我的爸爸伤我 我就伤下面的人 过去执政党搞我 我执政之后就搞再野党 就被过去绑死了 背后是佛教的 不要被过去绑住 不过你过去梦会多失败 甚至多成功 You have something new to learn You have something new to learn 不要被过去绑住 这是第二 不管侍奉过去多辛苦 疫情过了 你心胸有没有改变 婚姻过去呢 疫情呢 前过的时候呢 卡住多少婚姻 快爆掉了 是不是可以面对未来 不要被过去绑住 为这缘故我请皇后司牧师 来带我们 皇牧师在吗 皇牧师在吗 举起手来一下 没有的话我就请 何以云牧师在吗 那来 我们拿个麦克风 请陈牧师来帮忙 我们呢 为过去 所有人把手举起来 我请呢 何牧师 带我们能够从过去 包括我们疫情过了 帮助我们一个崭新的眼光 来面对未来 何牧师带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在祢面前 天父我们在祢面前的时候 我们 Amen 感谢祢 Amen 让我们经过 这种各样的情况 特别是在过去的 这一段期间里面 我们全世界的人都陷入在 这个捆绑的里面 我们为了这个疫情 带给我们许多人痛苦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见疫情 渐渐的离去的时候 我们求求祢自己 真是让我们有一个再一次的思想 我们自己的信仰 一直带来我们更大的一个视野 能够扩展我们整个的事奉 Amen 整个的人生 Amen 带给我们下一辈的人 更有前面往前走的力量 Amen 让我们自己使用 带领我们这一班的人 Amen 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成为祢的见证人 Amen 我们谢谢祢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 Amen 不要被过去帮助 忘记背后 这是第二 第三 信心是相信看不到的 赏识是看到所相信的 耶稣在旷野的时候 相信我会进加南地 有这么大的高利财 这么大的水果 一过了约当河 那是上帝给我的赏识 这句话是奥古斯丁说的 信是所望之事的 未见之事的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信是将来上帝要用我 我因此还在年轻的时候 就不留白 跟着耶稣 跟着摩西 信心是我将来 还没有对象 信心是 我的对象在哪里不重要 我还在单身 我先预备好自己 我对象出现的时候 那是上帝给我的赏识 信心是我还没有执政 我在在野的时候 我先预备好 一执政 那是上帝给我的赏识 信心是我还不是主任牧师 我能把马布敦好 轮到我的时候 摩西走了 耶稣要接棒 那是上帝给我的赏识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未见之事的确据 一定会轮到我的 先不要把摩西赶走 先不要把资政兰赶走 心预备好我自己 会有轮到我的机会 信心是相信看不到的 所以还是单身的 举起手来一下 你的儿女也在单身 也举起手来一下 你的儿女也在单身 挂念他们的婚姻 就提醒他们 不怕我没有对象 不要问我对象在哪里 要问我对象出现的时候 我在哪里 手放下 不要问我的对象在哪里 不要问我对象出现的时候 我在哪里 不要问我的舞台在哪里 我舞台出现的时候 我在哪里 一个重点很简单 好货不怕没市场 一起说 预备好了 旷野漂流的时候 我已经预备好了 那个时候进江南地 过了一趟河 河水分开 那是上帝给我的赏识 所以不到55岁再举起手来一下 不到50岁 55岁的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他 早点预备好 免得你接着那摩斯的时候 教会就垮了 举高超过50岁 不到55岁的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他 你是危险人物 没有预备好会害了以后的教会 信心是相信看不到的 不怕我的对象不出现 不怕我的舞台不出现 耶稣亚就预备 青春不留白 丘吉友不担心 不会成为首相 总会有机会的 第三 第四 量气容量的关键是瓶颈 瓶子的井口 决定容量 量气的容量 决定他的瓶颈 在他的瓶颈 瓶子的井口 决定量气的容量 这其实是管理学大师 Peter Drager所说的话 名言 这个维也纳的基督徒 Peter Drager说过一句名言 这名言非常精彩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说battle neck 英文的瓶颈 battle neck happens always at the neck of the bottle 你听了一定会笑 瓶颈永远发生在哪里 瓶子的井口 你会说 不必你讲 我当然知道啊 台湾的问题就是总统 美国的问题在哪里 白宫 苏联的问题在哪里 普丁 中国的问题在哪里 中南海 新山教会的问题在哪里 在哪里 教会的问题在哪里 教会的问题在哪里 你们不敢讲啊 在谁 牧师传道长直都举起手来一下 你不管你在哪一个教会举高 牧师传道长老举起手来一下 举高 隔壁告诉他 我们教会都是你们害的 其他人举起手来一下 你还没有任何角色举起手来一下 举高 举高 后面一堆人 隔壁告诉他 你会害了以后我们的教会 瓶颈 十个支派组长没有信心 因此不能进加拿地 害死了下面的人 亚伦 米利安 成为以色列的瓶颈 连摩西击打盘石两次 成为瓶颈 耶稣亚你不要成为瓶颈 会害了未来 所以超过五十岁再举起手来一下 超过五十岁 举高 将来会超过五十岁的也举起手来一下 我请建邦牧师 刘牧师在吗 来带我们祷告 好让我们都不要成为教会的瓶颈 我们能真正懂得举高 不管你几岁 主要我要预备好不要成为教会的瓶颈 建邦牧师 带我们来祷告 举高 天父我们在祢面前要承认我们的有限 唯有祢是无限的上帝 帮助我们继续向下装备祢真理的道 以至于我们能够向上 耶国子 唯愿今天我们领受 我们继续的等候 也被祢使用 唯应祢自己的呼召 使用我们卑微的器皿 成为祢圣洁合用的器皿 直到永远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金方牧师 第五 进入越复杂的环境者 就越需要不变的定律 二十一世纪就像耶稣 进迦南地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是游牧民族 一进入迦南地 会变成农耕 环境改变 二十一世纪一定比二十世纪更复杂 就是刚刚爱球 牧师一起示范提到 我们的困难更大 二十一世纪比二十四纪更复杂 即使在复杂 以不变 应万变 这律法书不要离开你的口 总要做一个思想 所以第一章 上帝就告耶稣 你有这个锦囊妙记 这律法书不要离开你的口 不要担心 多复杂的变化 你不变 所以你的培训 你的神话的造就 你的主路学 你的小组 你的小组 你的训练 你的门徒造就 是侍奉的核心 出信到后来门徒造就 不管你是哪一个造就系统 这律法书不要离开你的口 你花了多少时间做门徒造就 训练信徒 特别我知道COVID之后的问题 就是那个门训 花了时间你要调整 如何把你的门徒造就 把它根基 或者都在线上 或者都在线上 过去三年 我知道不少在北美 美国教会的信徒就不来聚会 他躺在床上听牧师讲道 我去了每一次对疫情上的镜头 我会一定告诉他 你现在赶快从床上起床 勤快一点 做门训 门徒造就 做律法书 你的灵修 告诉信徒 有手机的举起手来一下 有手机的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他 先灵修再开圣手机 有手机的举起手来一下 隔壁告诉他 关到手机 读完圣经再睡觉 让神的话 昼夜思想 对 越复杂 所以耶稣把爱城打下来 第八章 基利新山以巴路山 先读圣经 那个下所联军下面南王五王的战争 现在说 先读圣经先终就神的话 今天先以神的话同在 我喜欢一个英国诗人讲的一句话 叫John Don 他写一首诗 这个诗写下来对你很有帮助 对你的信徒有帮助 这首诗这么说 你死的那一天 不是最重要的一天 你死的那一天 癌症第几期 哪一个车祸撞死 种种 什么病 不是最重要的一天 第二句话 写下来 你活着的每一天 才是最重要的一天 你死的那一天 怎么死的 死在哪里 不是最重要的一天 你活着的每一天 才是最重要的一天 每一天起来有神的话 有圣灵的感动 活在祂面前 正如刚刚 陈牧师带我们的诗 我要赞美 我起床就赞美 我们今天谢谢赞美超的人 我们给赞美超的童工 举起手来一下 赞美超童工 举高 隔壁告诉他 七十岁以的人 通通包给你们 公园的那些 太极拳的人 通通包给他们 赞美超的 再举起手来一下 我知道马来西亚 赞美超能够打破 这个公园里面那些 都怕死 需要救恩的人 举高 低头祷告 那些赞美超的人 让他们 每一个早上起来赞美你 让各层相似的那些老人 都交给赞美超去牧养 让赞美超 身为清晨的传道人 清晨就把这些华人 在公园里面打太极拳的 带到你面前 让他们的清尊不留白 到老不空白 成为神所用的工人 奉耶稣里面祷告 阿们 第六 不要把问题看大了 却把行神奇异的上帝看小了 不要把问题看大了 惨啊摩西不在了 不要忘记摩西的神力你统在 红耶当河躺在前面 放心 水利学家会傻眼 耶利哥层那么高大 放心 地震学家会傻眼 里面还有阴性称义的痕迹 即便能骗我们 放心 太阳月亮星数 会停在那儿 听闻学家会傻眼 观观难过 观观过 不要把问题看大了 疫情之后这么多问题 马来西亚欢乐教会这么多问题 不要忘记那个全能的上帝 绝对够用 让各专业人士傻眼 不要把问题看大了 摩西不在我怎么办 摩西的神与你同在 要钢墙壮胆 要钢墙壮胆 不要把问题看大了 很多优异症人就给自己吓死了 我最近很担心郑牧师 没有想到他很积极做运动 然后靠上帝 看到一个神迹 不要把问题看大了 就把行神迹的上帝看小了 这是第六 第七 蒙福的秘诀就是看中上帝的 必被上帝所看中 蒙福的秘诀 是看中上帝的 必被上帝所看中 这是戴德生家族的家训 你看中上帝 你看中上帝 耶稣一进迦南地 吃当地的土产 第五章 玛纳就结束了 过去三十八年 玛纳从来不结束 现在一进迦南地 玛纳就结束提醒你 我过去从来没有亏待你 为什么要结束 因为有当地吃的 你未来的他都供应你 过去他也供应你 因此骑行你马上会结束 那不是朱导文所说的吗 朱导文怎么说 今日的饮食今日是给我 你明年需要上帝早就知道了 明天明年的需要 你和你的未来需要 上帝早就知道了 只要你看中上帝 过去马那不结束 一进迦南地 有当地吃的 这就是美国感恩节的由来 可以跟印第亚的人 吃他们的火鸡肉 因此过去所说五月花 那个轮船的供应可以结束 这句话其实是很简单 三加三等于多少各位 三加三等于多少 六 没有错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怎么说 先求他的国是他的义 这些 这些包括婚姻 包括我的经费的需要 这些是空白支票 签的就是你的 上帝给的是空白支票 不是空投支票 三加三等于六 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主啊我到那边要被你使用 我的工作我的婚姻要被你使用 把何事的人带来 再告诉隔壁 你的数学不要变差 告诉隔壁 三加三永远等于六 你一看中上帝 上帝就看中你 所以墓会 侍奉 职场 一样的原则 上帝看中你 只要你看中上帝 第八 生存法则是看见不怕烫水 世俗化的温水才可怕 要生存 不怕烫水 他们把艾成 把耶利哥成拿下来 第八章被艾成打败 耶利哥成那么大 绕七天垮 却在艾成被打败 原因呢 今天是有一个人败金贪金 叫谁 雅干 预告他们有四世纪的世俗化 上帝都蒙手 雅干被石头打死 上帝都蒙手 蛮像 石头现在第五章 亚拿尼亚撒菲拉 骗彼得 我们田地都卖了 没有叫你一定要卖啊 可是你为什么骗上帝圣灵 亚拿尼亚被拉出去 两个小时之后 杀菲拉也被拉出去 就是这个是教会使徒行传第五章 教会刚成立 所以 上帝 上帝为了保护他的百姓圣洁 动蒙手 亚干 耶稣亚基一进加南地 以色列刚成立 没有想到 亚干拜金 上帝动蒙手 为了保护他百姓的圣洁 免得进入四世纪 烫水跟温水哪一种恐怖 哪一种水会阻止青蛙 温水 温水会阻止青蛙 同二十世纪 文革的时候二十世纪一逼破 几千万人信耶稣 同二十世纪 欧美很富有 很舒服 搞出有的没有的 包括同性恋 恐怖的不是烫水 恐怖的不是习近平第二次的小文革 每个家庭教会太快世俗化 恐怖的不是你们政治上的不公平 其实那次来 你们选举的时候停电 还有印象吧 我那个时候正好在马来西亚 我在吉隆坡 很想移民 我说你移民到那边会有世俗化的堕落 我不反对移民 我老大在美国 一到欧美世俗化 移民比买房子还危险 好几代你的子孙就流了 将来你在天上 我能和孙搞那些有的没有的 你会怪我自己为什么移民 我绝对不是反对移民 不要听错 现在香港因为国安法移民到英国加拿大 我不反对 我的重点是 你要寻求上帝 那边很危险 那边危险世俗化 这边有烫水 恐怕温水更危险 所以你的儿女有危机 有困难你要感谢上帝 马来西亚教会有危机 你要感谢上帝 上帝的恩典在那边浮显出来 你不要选择一个容易做的 那边更容易堕落 这疫情的情况是很多信徒 连教会领导 过去美国教会百分之四十的传道人认为 我搞错行业了 这是普调出来的 因为信徒不来聚会 我传道人一身武功完全英雄无用武 没有人听我讲到啊 都是网路上的 百分之四十搞错了 认为 疫情会测试 你到底是不是真正忠于上帝 我绝对不是反对移民 包括三字教会 也一直在移民出去 被打压被挤压 我绝对不是反对移民 可是你要寻求上帝的意思 就是 我是不是懂得温水更可怕 我是不是懂得温水更可怕 求主恩待 求主恩待你的儿女 有儿女的再举起手了一下 他们有困难你要感谢上帝 你的儿女有困难 你防了他们绝对依靠上帝 我就怕他们在一个舒服的地方 被温水阻止了 所以要为现在的困境感恩 为疫情之后的感恩 不怕 没困难 不怕困难 只怕你不懂得依靠掌权的上帝 阿们不阿们 这是第八 四世纪就是在阻止他们四百年的青蛙 跑不过三代 危险在这 危险在这 第九 虚空的人生是因为没有舞台 抗牛车者才是真牛 虚空的人生是没有舞台 抗牛车者 耶稣亚搞定了大部分的迦南地之后呢 耶稣亚就分地 有所分地 整本书呢前半段是过河争地 后半段是分地跟侍奉 过河争地 是为了分地之后的侍奉 因此授权 我学习耶稣亚很重要的功课 三个 我学习耶稣亚很重要的功课 对教牧同工很有用 第一个要等到授权 十二支派每一个人通通有地 授权给他们 教牧领导一定要够高够宽肯授权 每人都一手抓 一脚踢 最后剩下一口气 告诉隔壁 你不要一手抓 你不要一脚踢 最后剩下一口气 所以耶稣亚授权 每一个支派通通给他们递 第二个成权 成权他们 如果说了程牧师跟约瑟牧师 今天早上跟昨天晚上带我 我就发觉 他们的牧师同工们很授权 很成权他们 包括程牧师很感动的 那个婚姻的自盖 授权跟成权 耶稣亚授权成权他们 这个影响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授权成权 每一个支派通通有地 其实最后呢 耶稣亚才得到以法林的三地 在十九章 所有分地完以后呢 他自己呢 是请你们十二个支派 告诉我我应当住哪里 不是先要到我自己要的 我最后 教会中餐的时候我最后吃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 羊都木好了 最后轮到我吃的 所以耶稣亚在十九章最后呢 你们让我告诉我 我应当在哪一块地 很宝贵 授权跟成权 这两个重要的原则 所以教会已经是 等于 暗幕或者已经senior position 你要学习授权跟成权 第三个很重要 眼光 眼光授权 成权 眼光 什么叫眼光 我成全你们十二支派 每个十二支派 通通被上帝用 那个眼光 什么叫眼光 大师的眼光 什么是大师的眼光 真的大师不是说 哇 这个人多厉害 会讲道 会学作 多少人 多少网红 留心 真的大师不是 多少人听着你 而是每一个听你的人 通通成为大师 你才叫大师 真的大师不是我超越多少人 而是让下面每一个人 超越他自己 他才叫大师 真的大师 真的大师 是耶稣 让每一个加利利国小 没有毕业的变成使徒 他就叫大师 所以呢 授权 成权 大师的眼光 这三个原则 是传承的重要的关键 授权 成权 大师的眼光 为这缘故 我请瓦纳慕斯 带我们 你不管哪一个教会角色 我们请麦克风 所有人把你的手放胸口 特别你是教会的领导的角色 包括你可能下面有主缘 这样你可以被上帝用 我要授权 我要成全 我要成为大师 来成全下面 把手放胸口 请瓦纳慕斯带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上帝赐给我们 有成全他人的心 帮助我们有授权的权利 也让我们谦卑的把权利 传承给可以被你使用的 第二代的传人 使他们能够被兴旺起来 成为你教会的祝福 我们也更愿上帝 给我们有大师的眼光 能够看重 你要看重的人 并且用心培育他们 使他们成为你手中 特用甚至是重用的器皿 来成为你教会最大的祝福 赐给我们这一些的恩赐 以致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教会 能够代代相传的 将这个基督信仰 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因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 Amen 所有人所举高 谢谢王道摩斯举高 隔壁看了他 看了隔壁告诉他 我看到一个大师了 再举高 看另外一边告诉他 你果然是大师 再举高隔壁告诉他 你教会不怕卖教堂了 授权 成权 大师的眼光 青春不留白 到老怎么样 不空拍 那我们复习从前面 复习从第一到第十 要结束第十点 休息十五分钟 在进入第二堂之前 所有人你的手机要拍 如果要拍现在可以拍了 拍完我们从第一到第十 复习一下 接着第十 第一 同声 来读第一 请 人生上半场种种 全为人生下半场而预备的 第二 被过去绑坐的人 不能记录生命的迦南美帝 第三 信心是相信看不到的 赏识是看到所相信的 第四一起 良机容量的关键是瓶颈 瓶子井口 决定容量 第五 进入越复杂的环境者 就越需要博变的定律 第六 不要把问题看大了 却把行神机的上帝看小了 第七 蒙福密诀就是看中上帝的 必被上帝所看中 第八 生存法则是看见不怕烫水 世俗化温水才可怕 第九 虚空人生是因为没有舞台 长牛遮折才是真牛 最后第十四 侍奉上选择容易走的路 子孙比较容易受伤 侍奉上如果你学习河东两个半自派 河东两个半自派就告诉摩西我们河东就够了 河东创世纪十三章说他像伊甸园 那摩西说你们至少进迦南地之前过河西帮助九个半自派 他们答应了 所以耶稣最开始最大的问题是把河东找过来 你答应摩西咧 他们也答应了因此过河 争地之后再回去 回去之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们叫他河东祖坛 河西以为你们在派偶像吗 新兵准备打他们 还沟通 菲尼哈也在当中 一沟通 原来是纪念性 不是为了偶像崇拜 泛十届 美式因此呢 席了一个战争内战 这第一个危机解决 第二个危机呢 是历史书出现的 北国首都在以法年 撒玛利亚在这 给亚述鲁走 亚述鲁了北国 先把河东搞定 再搞撒玛利亚被河西 南国是给巴比伦所征服 巴比伦征服耶路撒冷在这 巴比伦哪先把河东搞定 再进入耶路撒冷 河东的儿孙会怪他们老祖先 你们当作为什么选择 那么容易走的路 子孙容易受伤 星山所有的传道同工 你要为了儿孙 选择私下的路 不要选择容易走的路 你的死孙容易受伤 将来儿孙怪你们 当初COVID之后 你们为什么不选择 十字架跟从主的道路 有儿孙再次把手放胸口 我请陈牧师在结束这一堂 来带我们祷告 我们起立一下好不好 说祝奥 我要为了儿孙 我的教会有未来 起立 祝奥 我不要选择容易走的路 河东的两个半支派 害了儿孙 能够活在上帝面前 让儿孙代代金钱 到老不空白 陈牧师带我们来祷告 手放胸口所有每一位 天吾上帝我们感谢祢 因为我们知道 主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气息 都在祢的手中 我们知道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也在祢的掌管当中 因此主我们 我们要回应祢主 我们要选择走 不容易走的 使到我们将来 我们的子孙的生命更加的坚强 更加的能够对抗 甚至能够战胜更多的挑战 所以是我们谢谢祢 主我们知道 不是我们能够 乃是因为祢能够帮助我们 祢能够让我们 不只是我们的生命 更是我们子子孙孙的生命 更加的刚强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封耶稣的名字我们求 阿们 坐下来告诉隔壁 你青春不要留白 告诉隔壁 到老不要空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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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